他明明是品学兼优的天才少年 却眼神呆滞 蓬头垢面 还被父母锁在家里 并后中的铁链牢牢拴住 一旦有人靠近或者碰到他 他就立即充满恐惧和戒备 并且他已经整整一年半 没有说过一句话了 看到儿子变成这副模样 父母二人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盛林刘亚新被诊断出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一发病就变得十分暴躁 为了安全着想 父母不得不将他锁在家里 这件事也是这个家悲剧的开始 在母亲眼里 刘亚新从小成绩就很好 在庄里经常考第一名 随后更是以优异的成绩 考进了县城里的高中 可入学还不到一个学期 经历的一切事 就彻底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一生 由于来自农村 刘亚新常被搬离的几个副家死地霸凌 又一次因为他不愿意替那个同学做职业 结果睡到半夜 竟被对方拽起来狠狠送了一顿 虽然被打了之后 刘亚新看起来没什么异常 但过了一段时间 母亲却发现 儿子更变了个人时的 不仅话越来越少 有时上着课突然跑回家 经常误着头说头疼 父母经过一番辗转 将他送进县里的医院 结果却被告知 儿子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 此话一出 夫妻俩感到晴天霹雳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竟会得这样一种病 他们也曾去讨要说法 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 因为家里很穷 刘亚新的治疗时段时序 由于没有规律性的治疗 家里的钱也花光了 可病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 甚至也逐渐模糊 但他家人也一个没看住 他就会偷偷跑出去 躲得荒疆野地里 饿了就偷吃别人家 果园里的果子 然后被主人抓到送回来 然后又被送得因为治疗 但家里的积蓄 经不起这样折腾 雄怀往复几次 夫妻俩几乎都要被掏空 还欠了一屁股宅 大姐夫为了找他 自己的家都快过不上了 长期下来实在是受不了 而刘亚青的病就像个无底洞 每分每秒都能掏空 这个家的金钱和精力 妹妹刘亚青也因为哥哥的病 没钱继续上学 看着整天疯了癫癫的哥哥 他初中没念完 就辍学去了威海打工 他要挣钱给哥哥看病 出发前他还在相册上 写了一句话 如不能出人头地 宁可横死街头 他虽然没念过很多书 但他却十分懂事 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想改变这个家的命运 幸运的是 妹妹到了威海之后 很快就有了新的工作 再加上大姐一家的子主 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 也有了足够的钱 能让刘亚青持续进治疗 一段时间后 他的病也渐渐有了好转 可就在一家人 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时 意外还是猝不及防的来了 在威海打工的妹妹 经莫名喜妙人间争发了 并且整整三年都没有消息 没有了妹妹的阶级 他们家再次陷入贫困 全家紧生的电器 就是两个灯泡和一台电话 不舍得撤掉电话 是因为害怕哪天 错过女儿的消息 由于再次停止了药物治疗 刘亚青的病又开始恶化 她不再张口说一个字 为了防止她出去伤人 父母无奈只好给她穿上锁链 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折磨人 可以想到随时可能回来的女儿 他们还是咬牙坚持 后来的一天 他们终于接到了女儿的消息 为了给精神分裂的哥哥治病 18岁少女输学打工 竟意外遭人杀害 埋尸荒野 得知这一消息 母亲当即哭晕在原地 失踪了整整三年的女儿 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回了家 原本好好的三个孩子 一个精神失常 一个散道杀害 任着本就家族四壁的山东家庭 现在更是举步为奸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一家本本分分 儿子被霸凌成精神病 他们只敢打算牙往肚子里 可终究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这辈子才要受尽人间疾苦 万年去会之下 夫妻俩甚至想过喝药 拉上儿子一死了之 就在家人都陷入绝望的时候 济南的一家医院 在得知刘亚欣的遭遇之后 决定对这家人施以援手 医生拆掉了 拴在刘亚欣脚上的铁链 加拿大的医院 进行免费的系统治疗 一个月后 医院就传来了好消息 已经一年半 没有说过话的刘亚欣 竟然重新开了口 而在治疗了半年之后 刘亚欣已全认换了个人 面对陌生人士也从容了许多 回答问题基本可以流畅完整 看上去已经和生命前没有两样 她开始想着如何回到社会 重新开始第二段人生 当刘亚欣再次站在父母面前时 老两口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的儿子正常的 就不像得过病一样 村民们见到她也纷纷感叹 这即是当年蓬头过面的疯子 同时医生还悄悄嘱咐她的父母 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妹妹日亥的事 并且一定要按时吃药 一旦失去药物的维持 病情极有可能再次复发 在家里刘亚欣也严格遵守医嘱 按时吃药 因为她知道 如果一旦病发 她就要被送回笼子里去 她再也不想回到那种地方去了 如今呢 她除了做一部分家务以外 就会站在院子里发呆 她感叹自己的人生 要不是因为身体原因 她完全可以成为 令父母骄傲的大学生 但同样的 在家里的这段时间 她几乎不和父母说话 如果说校园霸凌 是她生病的导火索 那么原生家庭 就是那个炸药桶 这个家庭关系 这个好运 这个如果一个人如果幸福 家庭关系如果不幸福 这个人就不可能幸福 家庭关系如果幸福了 这个人就是幸福的 她命家是传统的山东家庭 父亲打男子主意很严重 稍要不顺心就对母亲非打击马 而母亲不敢反抗 只能忍受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刘耀星外表看似懂事 成绩好 但实际上却特别压抑和自卑 所以她其实恢复了神志 她也不愿意跟父母交流 只会独自一人在电视机前面晃悠 她与社会脱节了太久 而电视 是她唯一能接触外界的渠道 虽然疯癫了几年 但不得不说她天赋一顶 对于母亲她的评价是 虽然母亲很爱自己 但从某些方面说 母亲是愚昧的 而且她全然不能理解自己 至于父亲她这次不提 就像她的父亲刘柯举一样 少言寡语 默默撑起一整个家 六许老人问了养活 患有精神分裂的儿子 每天凌晨三点起床 步行整整十里路 就会赶上去县城的公车 等她抵达县城天已经亮了 她先是来的一家早餐店 但她却不敢给自己点一碗面 而是满脸惆怅 说起了自己儿子的故事 终于等到商铺开门 她这次出行 是为了寄一批春联 拿回这场买 这样可以挣点钱补贴家用 忙活了一天之后 她回的家时已经是夜里十点 一大把年纪还要洗澡贪黑 她要赶在过年前把春联写好 出发的早上雾气很大 脑两口等不及雾散去 马不停蹄地就去骑士站位置 位置好一些 或许卖出去的就多一些 而今年 也是刘亚欣患病的第八年 虽说出院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犯过病 但父母害怕她出事 也就让她一直待在家里 可这样的生活 对于刘亚欣来说 就像是另一座牢笼 她也想去见解外面的世界 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 最重要的是 她想证明她自己 在下定了决心之后 刘亚欣特地起了个大早 将自己整理干净 换上久了的运动鞋 勇敢地踏出了家门 她来到县里的人力资源市场 办理求职登记 因为那场事故 工作过 就连社会都处于完全脱节的状态 填写登记表的时候 她在健康状况那一栏 毫不犹豫写下了健康 她知道自己情况特殊 不想再让其事只能这样做 可如今的社会 找工作要么需要学历 要么需要经验 可这两样刘亚欣都没有 好不容易有家工资 给了她一个销售岗位 但要求更加严格 需要她有一定的社会资源 和人贷关系 并且是又提成 没有底薪 她想过去电子厂做流水线 可工厂要么不理她 要么招买了不招了 其实各个招工单位并不知道 刘亚欣是个处于恢复期的 心神病患者 但其实这样 依然没有一家愿意要她 因为自从她得病的那天起 她就已经被判了死刑 与社会脱节就相当于成了废人 而刘亚欣的父母 也在生活的道路上从未停歇 他们只希望儿子 能尽快找到工作 重回社会 而那年春节过后 刘亚欣依然没有放弃 她做了个更大胆的决定 离开小县城去青岛打工 幸运的是 她去了青岛没多久 便找到了份能不能影响糊口的工作 但不幸的是 她因为害怕被单位发现自己有病 甚至停止了吃药 结果没多久就救病复发 被送去了医院 当再一次见到刘亚欣的时候 她和一群跟她一样的人 穿着一样的衣服 被关在了铁栅栏后面 那里是体难精神病院 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她不再跟任何人说话 将自己彻底封闭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 也不知道 她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据统计 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 高大1亿人 平均10万人才有一个精神科医生 而通常他们的状况 会给自身及家人 带来痛苦和负担 但他们不应该被社会抹去 社会 家庭 和朋友 甚至是陌生人 都应该善待和理解他们 才是以令他们回到社会的最佳途径 喜欢的朋友 记得看看原片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视频